台南公司捐贈给台南市政府一百万片的口罩 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收下在地企业捐赠的一百万片口罩 并且回赠感谢状 日前口罩国家队因为不孝厂商被受质疑 黄伟哲除了北上力亭口罩大厂 也感谢企业对台南市民的协助 那今天除了表示谢意之外 也希望能够替我们的口罩国家队打气 那将来如果有新的口罩机加入的话 台南市境内的口罩国家队 所生产的口罩每天日产能 大概超过一百五十万片以上 这点我们是非常非常感谢 口罩大厂长期关怀地方弱势 不仅主动捐赠口罩 也决定扩大产能 添购十六部口罩机台 其中更有立折和3D立体等高速口罩机 让每天的口罩产能 从现行的八十五万片增加到四百万片 这个机折当初一天可以只有做六万片 那现在我们可以做到六十万片 还是增加了四倍 今年六月国内医疗口罩销售解禁 口罩大厂扩充产能 持续供应政府征守口罩 也在全国各大通路贩售 现在更直接打进美国 日本等国际市场让全球再次见证 台湾防疫的软实力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